这个Rock Seed Imbiana其实早期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就来过了 因为这里有一个Filippino Live Band 后来我就知道差不多有晃了20多年了 10年前我还没有开酒店的时候又有人找我了问我要买嘛 那个时候是700万 有一天我路过的时候我看到3.67 million on nearest offer 我查一查20点 8成楼高 3.68好像还可以吧 后来我跟他谈以后 350万我跟他买下来 这个我买了以后我就去银行贷款 可是银行有这个规矩有不成文的规矩 但说如果你的POPPETY是在坟墓旁边 或者是闹鬼他们就不借 真的是这个一回事 所以我就借不到贷款 所以我就买下来以后 我以为我用一年的时间 能够专修好 那你知道 要18个月 也是不简单 因为全部被拆了 全部都没有就是有验子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银行贷款是一个Boutique Hotel 所以下面是一个Lobby 还有一个Libaba超市 也是7-11类似的啦 本来是一个电梯的我加了一个电梯是两个电梯 2楼呢是6个Service Apartment公寓 所以我们有50个房间 后来8楼那边我就换去 两个房间喝起来做一个睡 所以是46个房间 加买6个Service Apartment 最顶楼呢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啊 我跑进上面的时候 以前顶楼是放水桶的嘛 这个太美了 所以我就拿来做Sky吧 所以缓展一新 给人家新的感觉 睡眠铺他们就说 哎 小李啊 你这里有睡眠铺吗 我说我有 我有一个Olympic pool 就是在壁 所以我下面呢 我有提供一个Buggy 我的Buggy那边是写什么啊 Buggy to睡眠铺 3块钱 5块钱 我的车会载你过去 游泳 还有一个gym 也是很大的gym 也是那个是 Public gym 跟Public睡眠铺 我们有这个服务免费的 把你带到那个睡眠铺 因为我作为一个发展商 这个是我的义务 要把 荒置的这个建筑物 把它重新 带回它的灵魂 这个对古今人是很重要的 谢谢